你好 歡迎收看想世界 一年一度的金馬獎公佈入圍名單了 今年是由去年影帝李康生 還有最佳新人郭書瑤共同揭曉 到底有哪些影片搶到金馬獎的入場券 趕快來看看 最佳劇情片 故為的有一個燒字 白日焰火 黃金時代 虧拿 最後一個Cano Cano是紀念國片的大贏家 不僅入圍最佳劇情片 最佳新導演 新演員等六項大獎 其中日本演員勇賴正銘更憑此片 入圍最佳男主角 另外最佳導演 冰毒導演緬甸華僑趙德映 和黃金時代的徐安華 分別為台灣和香港搶下一個席次 其他三位都是中國大陸導演 白日焰火的刁易男 闖入者的王小帥 以及推拿的樓葉 今年的入圍名單 歷經八小時 馬拉松式的討論 在最佳劇情片和最佳導演項目中 競爭最為激烈 而軍中樂園 是今年最大一株 為了反攻復國的大業 萬眾一心 今年在最佳劇情片 就是落選的最高票是軍中樂園 那最佳導演是劉承澤 在這樣子激烈的競爭的情況下 所以軍中樂園跟劉承澤 就贏恨他們是今年的大一株 這個角度 你看贏的人生 至少可以輸得慢 今天柏林影場獲得最佳影片金雄獎的 中國大陸電影白日焰火 在入圍名單中 南瓜最佳劇情片 最佳導演 最佳男女主角等八項提名 是今年提名最多的電影 另外在《甄嬛傳》中飾演皇帝的陳建斌 以一個勺子入圍最佳男主角 最佳新導演 最佳改編劇本 還以軍中樂園入圍最佳男配角 一個人就入圍了四項 憑了有影星張愛嘉保持的金馬個人入圍紀錄 男主角入圍者還有劉晶雲 白日焰火的廖凡 卡弄的勇賴鄭敏和張震 而今年的女主角入圍者 有桂倫美 鞏莉 陳香綦 湯唯和趙薇 金馬獎將在11月22號頒獎 究竟獎落誰家非常令人期待